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中的老婆谢依林打秀恩爱更是在现场表白对方呢 我已经跟依林有了深深刻的感情 因为我们是有孩子吗 因为我们比较是还是落女的关系 开玩笑 不用开玩笑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他有一个绯闻你有吗 就是你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你怎么这样 是什么这种人 现在就是你 现在就是我 现在就是我 前两天村上霍建华被曝早年电视剧扮女装的重招 近日花美男郑元昌也是一改高冷帅气伴扮起了疯癫技工 看起来男神们是纷纷转型拓宽续路的节奏啊 近日大型传奇古装喜剧电影技工在恒店举行了隆重的想法不讳 小纵 郑元昌 佟 杜海涛 侯主姐 谢依林 怨穹丹 邱星智等主演也是悉数亮相 退伍后的郑元昌不仅多了几分熟男魅力 表演上也是力求进一步的突破 首次尝试古装喜剧的小纵表示完全无压力哦 我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我平常私底下就是一个火锅外相的 俊枪面容和无敌大长腿 小纵 你这是要上演让观众铁评的技工吗 挂不得在同飞眼里安琪炫都比不过你呢 像同飞大战和安琪小纵约是 小纵约的线非常贴心不满的安琪 有一次叫威亚 然后那个就在有很痛苦的一点威亚 因为她削掉了 她面上是笑我 就笑得很开心 但是我现在很喜欢呢 因为她会拿那一片汤汤汤 近日有网友爆料杜海涛沈梦成 这对被大家看好的小情侣已经分道扬镳 对此杜海涛立即转移话题 不仅与片中的老婆谢依林打秀恩爱 更是在现场表白对方呢 我已经跟伊林有了五十个深深刻的感情 因为我们是有孩子吗 所以我们主要是还是弱女的关系 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你知道她有一个绯闻你有吗 这就是你 这是我啊 这是我啊 你怎么这样啊 这是怎么回答我啊 现在就是你 现在就是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